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灵命日良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音电台联合制作 礼方主持 我认为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waiting for me to begin the message I'd prayed and prepared Why couldn't I speak You're worthless No one will ever listen to you Especially if they know your past And God would never use you Seared into my heart and mind These words spoken in various ways over my life ignited a decade-long war against the lies I so easily believed Though I knew the words weren't true I couldn't seem to escape my insecurities and fears So I opened my Bible Turning to Proverbs 30, verse 5 I inhaled and exhaled slowly Before reading out loud Every word of God is flawless, I read He is a shield to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Him I closed my eyes as peace overwhelmed me And I began to share my testimony with the crowd Many of us have experienced the paralyzing power of negative words or opinions others have of us However, God's words are flawless Perfect and absolutely sound When we're tempted to believe spirit-crushing ideas about our value Or our purpose as God's children God's enduring and infallible truth protects our minds and our hearts We can echo the psalmist who wrote I remember, Lord, your ancient laws And I find comfort in them Let's combat lies we've accepted about God Ourselves and others By replacing negative speak With scripture Today's Our Daily Bread devotional scripture reading Is from Proverbs 30, verses 5-8 Every word of God is flawless He is a shield to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Him Do not add to His words Or He will rebuke you and prove you a liar Two things I ask of you, Lord Do not refuse me before I die Keep falsehood and lies far from me Give me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 But give me only my daily bread Let's pray Loving Father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and preserving your whole story in the Bible Please help us to prayerfully study scripture As you help us view life through the lens of your perfect, absolute, unchanging, and sound truth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Do not refuse me before Do not refuse to pray for the Lord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命日凉 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真言 三十章的五到八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用真理对抗谎言 用真理对抗谎言 我把圣经放在讲台上 看着台下一张张 热切等着我开始分享信息的脸庞 我已为此祷告 也预备了讲章 为什么我会说不出话来呢 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一旦知道你的过去 你说什么 他们都不会听 上帝绝不可能使用你 这些烙印在我心中的控诉 在我一生中 总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使我陷入长达十年的内心交战 因我总是轻易相信这些谎言 虽然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但我似乎就是无法摆脱内心的不安和惧怕 因此我翻开圣经 翻到真言三十章的第五节 我做了深呼吸之后才出生朗读 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我闭上双眼 心中满有平安 才开始跟会众分享我的见证 许多人都会因为 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观点 或者评价 而什么事都做不了 但上帝的话语 句句炼净 至善至美 正确无误 当我们倾向于 相信那些会挤垮心灵的言论 质疑我们 身为上帝儿女的宝贵意义时 上帝恒久眷勇 绝对正确的真理 会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能与诗篇作者同声颂扬 耶和华啊 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 就得了安慰 让我们一起击溃 那些错性的谎言 以圣经真理来取代那些 有关上帝 我们自己 以及他人的负面言辞 您错信哪些谎言呢 哪些经文帮助您 透过圣经真理 重新看待自己 上帝和别人呢 我们要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 请天父帮助我们 能以祷告的心 阅读圣经 因为神会帮助我们 透过圣经的真理 检视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旧约的真言三十章的五到八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用真理对抗谎言 圣经说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我们的圣经就公读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赐给我们 真言 真言这本书一开始 就已经明确地说 所罗门的真言 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慧 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我们寻求智慧 什么叫做智慧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有智慧的 但是智慧书真言 所说的并不是属世界的智慧 如同科学 哲学等等的 那这本书所说的智慧 乃是指我们人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敬拜 这两件事是最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对神没有认识 当然就不会敬畏神 他不敬畏神 他就是鱼丸人 圣经说鱼丸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在心里说 别人不知道 因为他想 只要我不表态 两边都能够得好处 可是他在心里所说的话 神却听见了 神能够听见人的耳朵 听不见的 他能够看见人的眼睛 看不见的真相 在真言第九章的第十节说 一个智慧人士 敬畏耶和华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里的聪明 这里的智慧 是说到 我们要认识神的全能 全知 人若是真的认识神 就懂得他的法则 若是不认识神 不懂得他的法则 那只有得罪神 所以敬畏神 就能够遵行他的旨意 这就是真智慧 有了真智慧 才能够在生活上 表现出神所看重的品格 严格说来 这也是我们神的品格 那就是圣洁 公义 良善 温柔的品格 和超越的道德 在真言书里 也特别提到神 所喜悦的 和神所憎悟的 这两件事 圣经是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 为的就是要我们 真的知道 如何地行走在神的道路上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神 所恨悟的是什么呢 在真言第六章的 十六到十九节 告诉我们 神所恨悟的有六样 连他心中所憎悟的 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头 流无辜人邪的手 涂抹恶迹的心 飞袍 行恶的脚 涂谎言的假见证 并在弟兄中 不散纷争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里 这几样我们有做吗 特别是 这七样有三样事 关于我们说话的问题 譬如撒谎的舌头 还有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在弟兄中 不散纷争的人 这都是话语的问题 最喜欢撒谎的 那就是魔鬼仇敌了 在圣经多处都提到 仇敌魔鬼是那 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喜欢说谎话的 喜欢做假见证的 他自然不是属于神的 在启示录第十二章 说到仇敌呢 是日夜 在神的面前 控告我们的 他控告我们的弟兄 他也控告我们 他所控告的 有时候是有点真 但是呢 又不是全部的真 就像他控告约伯一样 他认为约伯一定会弃绝耶和华 因为他说 你总是保护他 所以他才敬拜你 如果你把所有的保护都拿掉了 他必当面弃绝你 他这么说 有一点对 因为我们的神确实是保护了约伯 就像我们的神总是保护我们一样 但是魔鬼没有想到 我们基督徒和约伯一样 我们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并不是因为主耶稣答应我们 要给我们什么好处 我们是被主的爱所感动 并且我们了解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虽然魔鬼总是找机会 借着许多的人事物 让我们灰心 让我们失望 甚至让我们怀疑 神的赦免 是不是永远的是算数吗 我以前曾经做过的 他说忘记就真的忘记了吗 我真的有资格来接受他大爱的救赎吗 那为什么我来到教会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友善呢 这点我们需要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们 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 他们来到教会 也有他们需要得到帮助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觉得没有勇气 当我们怀疑 是不是别人没有那么欢迎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先来欢迎别人 用相信主的话 并且实现主的话 成为得胜者 对抗仇敌 在我们心里放进去的谎言 虽然这个世界上并不是 也绝对不会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 但是喜欢我们的人已经很多了 弟兄姐妹来到教会 所要学习的就是彼此相爱 所要操练的就是 谨守自己的口与舌 因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而静止嘴唇是有智慧 所以敬畏神的人 他一定会谨慎他的言语 何况主耶稣说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时候 要凭他的话定他为义 也要凭他的话定他为罪 所以大卫就求神 要禁止他的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这样我们就能够免除 许多的不幸疾病和灾祸 这个应许是在 真言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圣经所说的 接着我们看 今天所攻读的经文 在真言三十章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雅古尔 雅古尔的言语 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话 这个人对仪帖和乌甲说 我比众人更愚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那么仪帖是谁 乌甲是谁 可能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他的门徒 所以这一章 所收集的言语 乃是用来劝勉他的朋友 他虽然说比众人更愚笨 也没有人的智慧 他也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他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一无所知吗 弟兄姐妹 只有智慧人 才肯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这就好比所罗门当年 要登基作王 他在神的面前求智慧 他在这么高的地位上 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没有智慧 那么神就给他智慧了 神所给的智慧 就像圣灵今天 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要把基督的性格 组织到我们身上 使我们成为智慧之子 光明之子 就像雅古尔 在神的面前 他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人的聪明 就一般的聪明都没有 那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够得到真智慧 只有这样的人 圣灵才能够 把他带到灵的地步 这个灵是一无所有的灵 这就是我们在新约经常说 要倒空自己 因为只有倒空了 我们的可硕性 才会变得最高 雅古尔在神的面前 说的这些话 表示他的敬畏 也表示他的胆怯 因为雅古尔的名字的意思是 畏惧 他畏惧什么呢 他畏惧自己没有真智慧 他畏惧自己不懂的敬畏神 从表面上来看 雅古尔真的好像很笨 不但没有人的聪明 好像也没有学好智慧 又不认识智圣者 但是就是因为他说了真话 我们就发现 他的认识是超过所有人的认识 他是认识神的人 他认识智慧的本源 就是神 所以在第四节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这是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这个问题 对于读旧约的犹太人来说 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 我们基督徒一听就知道 谁是从天而降 人就在天的人子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 谁能够聚风在掌握中 谁能够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级 他叫什么名字 他儿子叫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 他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他掌管万有 创造万有 万有也是归于他 也是属于他 他是耶和华 他的儿子是谁 他的儿子乃是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所以您看 我们的智慧很高啊 认识主耶稣就是聪明 我们好像比亚古尔还聪明 因为亚古尔是降生在 主耶稣降生以前 所以他不认识耶稣 而我们是生在 主耶稣降生以后 我们认识这一位至圣者 若是不认识他 也不愿意认识他 也不承认他 那就是最愚笨的人 还有我们若是读神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人就有智慧 圣经第五第六节说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 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 说谎言的 在诗篇十二篇 也告诉我们 耶稣华的话语 句句都炼净的 如同银子在炉中 经过七次的提炼一样 所以五可加添 也不能减少 如果相信他的话 并倚靠他的话 那就必定如同盾牌 那样的保护我们 神的话是我们的保护 遵行他话语的人 神的话就像盾牌那样的 保护我们直到永远 神的话不可加添 也不可减少 这些预言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 在十八节说 我向一切听见这 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 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术和圣成 删去他的份儿 今天我们读真言三十章的人 也需要记得 雅古尔的祷告 他祷告求神让 虚假和谎言 离开他 这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祷告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只要稍微的 有一点点的虚假 我们可能会变成百万富翁 但是我们要祷告说 主啊 我宁可贫穷 求祢使虚假和谎言 离开我们 能够做这样的祷告 是因为 我们真的认识 智慧的本源 另外一个祷告就是 求神让他不要富足 因为他担心自己 一旦富足了 就会忘记神 这是我们的祷告吗 这个祷告是很严肃的 因为我们的神 会听我们的祷告 你不要穷 神可以帮助你 不穷 但是我不要富 免得我忘记你 这个祷告神听见了 祂会答应的 但是感谢主今生 不是永生 我们要马门 还是要主呢 我们要侍奉神 还是侍奉马门呢 我们只能够选一个 您要选谁呢 让我们同心地 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疼爱我们 道成肉身 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祝愿我们在祢的前面 成为智慧的人 做最对的选择 求祢帮助我们 不要成为愚昧人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 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 我们在主面前的选择 显出主在我们心中的分量 讨主的喜悦 主必赐福于您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了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silver or gold I'd rather be his than have riches untold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houses of lands I'd rather be led by his nail pierced hands And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drept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man's applause I'd rather be faithful To his dear cause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world wide fame I'd rather be true To his holy name I'd rather be true Than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Trenche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 k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rather have Jesus I'd rather have Jesus Now I'm day I'm he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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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